因为你可能觉得学生可能也对,警察可能也对,你很疑惑 那你就会去,刚好有个打击 事实上只有一则学生做了一些研究,他就否认警方的说法 那我跟各位讲,警方的说法是怎么样算 他有时候根据美国的一种做法 美国通常他一个算法是说一平方公尺三个人 他那个在占三个人,他如果这样,这个地方大概几万公尺公尺 随便算,然后大概这样来,再次称一三,大概多少人算 他是用这样来算多,大概多少人 可是你看警方公布的,他是四点的时候,下午四点的时候 要控造转人数来算 那以这样来算的话,11万人 他很多地方都少布,少布是什么 很多进去的时候就出来 因为他人太多了 我个人几乎没有一场重要游行没有参加过 刚刚处理讲说我很早以前就跑新闻 我在跑新闻就最早520游行的时候 农民抗,农民运动 那时候才刚起,没多久 他就在中校东路都行前面那里 也曾经占据整个中校东路,车站抗议 那时候我还没当记者,我就在现场 那我每个新闻的现场,大家都知道有行的人数 因为媒体会报道 后来自己采访以后也会有报道 可是从来没有一个游行活动 是像330那一年 他所有的人数满到哪里 满到从青岛东路还有公园路 一直满到宗教东路 人来路也是明远好几公里 从来没有那么长 很多人,看你说我们100万人 不可能的 看你30万人也不可能 因为你注意看他人数就范围就知道了 可是这次,我跟各位讲 我也不认为他有50万 因为我从地理空间来判断就知道了 那地理空间他不到 赚不到50万,可是他已经超越 大概我看过所有的游行最多 已经超越最多了 那这样的一个人数 警方的估价,他的估算 也是永远大家的估价信 因为你估计一个硬点 时间的估计就认为代表出了 事实上不可能 因为那天我去现场的时候 我大概一四五点要离开 我先走 我没有参加到最后晚上 像我这样的一个人 不只这样 我就听到我旁边的人 就想说 挤不进去了 那我已经到了就好了 就一进而已了 才往回走 他就去做捷运了 类似的周诗会 他流动的 而且你到一个地方 可能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你可能到了六九个离开了 你可能七点你就开进去 很多啊 你似乎一点我不要去 那么热 或是你的太多 晚上先来进去 我两两个不错 那时候再进去很多人 他警方之后 人数都不算 你就可以知道 他们估算是不正确的 那这个人数估算 它通常会成为新闻 一个重要的元素 那所以我讲数字 数字是我在新闻 很重要的 这种人 在新闻 还在新闻 有什么 要在新闻